眼前的这辆500匹马力暴力巨手 是凯文花了8万美金找史蒂夫改装呢 凯文是当地塑料行业的大老板 在一次催债时抵押到了这辆1928年的到期 他想用这款车改装一辆赛博朋克版的老鼠热棒车 用于小镇旅游观光和车展之用 当史蒂夫检查了车体的状况后 发现车内非常的糟糕 连里面的板面都锈掉了 甚至没有底盘更没有框架 繁星起来需要很大的功夫 于是史蒂夫开价了10万美金 可凯文只想出6万5 在二人一番讨价还价后 愉快地以8万美金握手成交 于是史蒂夫开铲车将车子卸了下来 对于车子的改装史蒂夫早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要以火车头为主题 打造一个赛博朋克的疯狂机车外表 再在车上添加一些粗犷的东西 让车子更加富有攻击性 计划敲定后 史蒂夫就开始了分工合作 一部分员工前去拆解车壳 把车体多余的部分切除 并拆掉里面的废旧零件 而由杰恩来负责底盘的制作 他先切割了很多个不同尺寸的方管 并用角磨机将棱角一一打磨 这整个车架都是杰恩一个人来完成 不得不说这有点欺负人了 拆卸车壳都好几个人来完成 底盘这么大的工程却只有他自己 甚至还有一个正在玩的大胡子 小火车让他玩的是十分开心 当有人问他在做什么时 大胡子却说为了更好完成火车头的主题 在观察火车运行的轨迹 这句谎话我想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 一对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努力 底盘已经制作完成 这时发动机也被运了过来 这是一台全新的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具有500匹的马力1000英尺的牛举 史蒂夫难得用了一次新的发动机 往常他都是去当地淘一个二手的来用 这么看来史蒂夫是下了大本钱了 员工将变速箱和发动机组装后 就由铲车将发动机吊了起来 就在将其放在底盘上的那一刻 突然发生了状况 由于底盘没有固定好 底盘和发动机一起落到了地上 还好没有发生事故 虚惊一场后 史蒂夫二人推来两个超大的轮胎 杰恩迅速地把它安装了上去 当员工看到这么大的轮胎的同时 才知道这才是安装了一半 双轮胎的设计让大家都很惊讶 这时的底盘已经安装完成 其他的员工也在马不停蹄地加紧赶工 打磨的打磨焊接的焊接 众人忙得不亦乐乎 车内的结构也在逐步成型 当车壳处理完成后 终于迎来了车体的组装 史蒂夫将底盘推到了相应的位置 慢慢地将车壳降了下去 当车壳组装成功的那一刻 却发现了问题 由于之前测量的尺寸发生错误 员工不得不将中控台重新切割 确保能让档板完全地露出来 在员工正在忙碌时 史蒂夫驱车来到了50公里外的垃圾场 准备来这里踩多一些火车上的部件装备到车上 当他进入厂库的那一刻 没想到里面藏着一辆19世纪的火车头 这是1875年到1901年内华达州时期的机车 是杰西花了六年的时间修复完成的 在知道了史蒂夫的需求后 小伙带着他选了两个仪表 还有一个火车汽笛 这两样就花了史蒂夫500大洋 当史蒂夫回到车厂后 发现改装进度十分缓慢 于是史蒂夫也亲自上阵 他将大灯和支架放到车上进行对比 然后将多余部分切除并打磨 在反复观看下才冷着脸离开了 就在这时大胡子却开着小火车来了 这下可把史蒂夫气坏了 本来不高兴的他又看到了这一幕 直接就问你在干什么 这时的他都有想打人的冲动 可看着这么多佳人在场也不好发火 只有转头继续工作 他把锤子焊了一个铁棍 用它在铝板上敲击出不规律的样式 经过员工的加工后 将其一块块地安装到车上 这时离交车时间还有一天了 史蒂夫调整好发动机后 开始尝试将发动机发动 可没想到始终没有成功 甚至还闻到了烧焦的味道 这让众人都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这时一位胖哥赶了过来 两人一起对发动机重新调节后 这一次终于成功了 众人都欢呼了起来 员工们将最后的细节完善后 这辆暴力巨兽终于完成了 当客户看到他的那一刻 开心地举起了双手 这种全车坐骨同志的车身外表 客户非常的喜欢 尤其是这四个38英寸的超大轮胎 让整个车子显得更加狂野 并且史蒂夫还在车上安装了摄像头 在车内就能看到车后情况 而且门把手都是铁路钉的设计 都让客户赞不绝口 迫不及待地要上去试车 60年前的野马和七白匹马力的发动机相结合 再搭配一套全新的底盘架构 二者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这辆车的性能甚至超过了普通跑车 而整体改造下来的花费 竟然达到了惊人的30万美金 他的主人也并不是别人 而是几天前的科迈罗车主 自从那辆科迈罗被开回去之后 就一直处于被人夸奖的状态 客户开着他上街一天的多说800句话 其中有799句都是关于这辆车的 眼看效果这么不错 于是他就又找到了大夫 想将自己家里的野马改造一下 不过这次的计划和之前的科迈罗可不同 上次科迈罗的重点是改造外观 而对于这辆红色的野马 客户要求重点提升性能 至于外观方面不需要有任何改动 大夫表示完全没有问题 他们车厂不仅精通对造型的改进 在性能提升方面 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不过这个客户可并不好伺候 他要求大夫除了车壳之外 剩下的地方全部换新 包括重构一套车架 换一个马力更大的5.0升发动机 另外加一套升级版轮胎 不过这些依然不够 客户提出要一个六档变速箱 这种变速箱的齿轮更加密集 从加减档的速度来看 六档变速箱的速度区间更小 动力输出也会更加稳定 再加减档时顿挫感会更低 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有点高 不过人家既然找大夫来定制改装 那自然也是不差钱的主 另外在车子的内饰方面 客户提出尽量保持原版的感觉 不要任何的现代零件 他要把这辆野马打造成一辆 披着羊皮的狼 在马路上扮猪吃老骨 给路人展示老车的魅力 大夫感觉这个想法很有趣 毕竟这么大胆的设计可不多见 挂断电话之后 他就让员工拉来了一个车子底盘 打算将原本的底盘替换掉 不过很显然目前的时机不太成熟 因为他们需要对原先的车架进行改造 先取出前面的发动机 然后对车子的底盘进行切割 在上面切割出对应的苦味 等到最后发动机的优化完成之后 才可以将新底盘和车身结合 这个做法进一步地提升了车身强度 同时就算代夫换上更大的发动机 车子也能完全支撑起来 安全性方面也得到了保证 而接下来师傅们的任务 是把新的发动机塞进这个很小的机舱里 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 这个引擎明显比最开始的要更大 爆发出来的马力肯定更强 但对于师傅们来说 安装的过程就有些吃力了 两人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入机舱 生怕磕碰到表面的油漆 要知道客户并没有让车厂重新喷漆 所以万一这里出现了失误 那对客户就不太好交代了 这时代夫也赶了过来 看到目前的进展一切正常 他表示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这个车架是后期制作完成的 所以在与车身的结合之后 肯定会有不合适的地方被忽视的 他让两人将车子架了起来 仔细地检查了底部的框架 结果一番操作下来还真发现了问题 原来是发动机两侧的进气气管 这里的空间被压缩得很严重 如果不做处理的话 应该勉勉强强能把进气气管装上 但是造成的后果就是 当车主在开车的时候 一定能听到发动机舱有一响 所以对于细节要求严格的大夫来说 这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他让员工用一个小切割机 将那部分稍微切割下来一点 留出足够的缓冲空间 完成后对车子所有的细节进行检查 特别是车身和底盘的衔接处 等一切的问题都排查之后 他将这辆车转移到了侧工机上 要对车子进行一番调调 让它达到性能的巅峰状态 等车子被固定好之后 工作人员慢慢地踩下油门 而电脑上的数据也开始发生变化 不过初次测试的数据很不理想 初始码力仅仅只有400匹左右 牛举也才390磅 这个数据和客户的预期相差甚远 众人一时间陷入了沉默 不知道该怎么做 不过大家也并没有期议 他们将这些数据全部拷贝下来 回到车厂开启了头脑风暴 工程师根据ECU反映出来的数据 判断出发动机的效率并不高 进气量没能达到标准 而且整体的流动性非常差 这说明不仅进气系统有问题 就连后面的排气管也需要优化 为了保证改装效率 大夫将员工们分成了两组 一组去对排气系统进行优化 另一组则去整改发动机 两组的任务都非常艰巨 在排气管的制作方面 大夫提出将其中的一部分用椭圆形替换 这样不仅能增大离地的间隙 还可以让排气管变得更粗 有利于废气的快速排出 尽管这么做效果很好 但制作的过程却比较麻烦 需要重新设计排气路线 而且还增加了转弯的次数 好在施工的师傅比较专业 这点小活对于他来说简直轻而易举 排气系统设计完成后 师傅们开始调节底盘 对衔接部分进行加固 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出 这套由钢板制成的支架非常牢固 不过看起来不太美观 大夫让员工在表面做了磨砂厨 并喷上了一层哑光黑漆 接着大家再对结构上进行调整 最后将底盘和车身结合 就这样一辆全新的野马就诞生了 下面只剩下了最后一步 那就是去测工机上再次测试 结果这次的数据就有了质的飞跃 磨砺一度达到了700匹 这也符合了客户对动力的要求 现在这辆野马已经彻底完成 总算是可以交车了 车厂对车身进行了打蜡抛光 让它看起来也更加闪亮 另外这辆车除了外观没有变化之外 里面的东西基本上全部换掉 尤其是前端的5升发动机 能输出下人的700匹马力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你想要一辆这样的肌肉车吗 假如有一天你被告知参与了非法营运 而且运输物品还是合原料时 你会是什么反应 操作刚好被乔治看到 于是赶紧从餐厅里出来 CJ煞有介事地进行问话 同时让乔治拿出证件进行检查 看得出来他非常的慌张 以为自己犯了什么事 CJ则不慌不忙地引导他 一问乔治想起来了 自己的车要是之前丢过一个星期 用这辆车运输和原料 现在要把所有有关人员带走问话 乔治彻底懵了 要知道这玩意儿可不是小事 他着急忙慌地解释 但就在这时却从镜头外面走了一个人 这是了解一下乔治的生活习惯等信息 两人是从小相识的伙伴 经常在一起打这辆车的原因 内特突然过来进行参观 此刻车子还是一个底盘 员工正打算安装 史蒂夫经过思考之后 开架7万美刀 这是让车主没想到的 要知道一辆全新的小皮卡也才7万左右 这个价格完全可以买一个新的回去 但你想要私人定制的话 那就只能接受史蒂夫的报价 其实车主一开始 让影响最后成品的质感 正当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 车厂门口突然来了一辆车 原来是之前送去喷漆的车身套件 此刻这些套件初步的处理已经完成 表面涂上了鲜艳的红色 倒要想把它变成被火烧过的痕迹 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整和重新设计 而是直接在车上对有问题的地方改造 好在问题不算严重 只需要将对余的部分切掉就好了 而排气的问题一解决 就意味着这辆车翻新结束了 史蒂夫尝试将其发动起来 整个过程相当顺利 车子一次打火成功 现在总算是可以交车了 当车主看到自己的爱车后 表示非常的满意 这个设计刚好和自己心里想的一模一样 而且中间的档板还很独特 巧妙利用了这个爆破盒 让他在每次开车时都能找到当年爆破的感觉 这个细节让车主很兴奋 表示以后会介绍更多的客户来翻新 从来没想过救命的消防车也能改装 这是西海岸车厂街道有史以来比较奇葩的定制项目 为了给孩子们普及消防安全的知识 他们要在四个星期内 把消防车改装成消防宣传展示车 进一步让人们认识到消防的重要性 对于这次的改装 杨哥二人也非常的头痛 因为以前没有改装过 也没有案例可以借鉴 为了成功地完成这次委托 他们花了一天的时间收集资料 经过细心的商讨后 终于做出了改装计划 他们要先拆解消防车的内部格层 重新构建车体架构 在车子的尾端安装电视和瑟斯米克扬声器 内部则改造成低质舞台 至于侧面准备打造成两个消防安全宣传室 现场示范消防相关的安全要点 并且在外边装上卷帘门 这样能顿好地保护所有物品的安全 接着将原本刺激威胁的红色 换成安全平和的浅蓝色 并且在上面增加一条银色的线 让车子看起来没有那么单调 还贴心地为路人增加了遮阳棚 内部则装配了两台座椅并铺上石木地板 这样一辆另类的安全消防车就完成了 制定好了改装计划后 员工们就开始对消防车进行拆解 他们先将车上的玻璃一一拿了下来 并且将车上没用的部件进行切割和拆除 而为了腾出更大的空间 他们必须把两层地板全部拆掉 第一层是放置水管和消防梯的地方 而第二层则是一个容量达2000升的水箱 他们用插车将其掉出来后 就开始重新构建车体框架 员工们该打磨的打磨该切割的切割 忙的是一个不易乐乎 这时员工拿来一根方钢 要用它改装收纳隔间和车门框架 他们利用切割机切割出相应的尺寸 并将其焊接在一起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用料是有多扎实 完全都可以用来做底盘了 当框架制作好后 员工将其焊接到了车体上 这一步看起来很是简单 但是非常的考验焊工的技术 如果焊接不好 就会出现歪斜和不结实的情况 但这些对于西海岸车厂来说 却是手道擎来 与此同时车尾的电视部分也加紧地赶工中 为了能让铁板更好地固定到车上 他们对铁板的周边进行细心地打密 这样会起到更好的粘贴效果 员工将强力胶打在车架上 然后将铁板一一地贴了上去 并用螺丝固定好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努力 装配部分基本完成 为了赶时间 员工现将车头部分用胶带密封好 将车子开到了喷漆间 这次与此不同的是 里面在喷着底漆外面还在对构件进行收尾 对于时间的把控西海岸车厂算是压缩到了极致 各有各的闹 等卷帘门安装完成后 电工也开始上场了 他们将一根根电线连接上去 这辆车的线路要比普通车要多得多 不仅驾驶室内有很多消防车的功能电气灯光外 还有改装功能区的电气设备 所有的线路都必须重新连接 无形中给电工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 而这时内饰部门也开始了工作 他们对车内的皮革进行拆除 并对不规整的部分进行打磨 紧接着给地面铺上石木地板 让车内增添家里舒适的感觉 而拆掉的座椅也被带到了内装饰 员工们正在对其细心的制作当中 与此同时遮阳棚也到火了 员工们迅速地将气安装上去 并且进行了尝试 结果非常的完美 运动也非常丝滑 等这些都完成后 车子也被颠倒了过来 他们先将塑料部把车头部分封了起来 车尾就开始了喷漆工作 员工给车架部分喷了一层底漆 接着又来了一层面漆 这个喷漆工作看着是快 但是喷漆工作旧的好几天 等面漆风干以后 员工们就开始了组装工作 全体员工全部上阵 装饰的装饰上玻璃的上玻璃 忙的是不亦乐乎 可这事离交车时间已经剩下不到两天了 内饰部分还有功能部分都还没有完成 甚至有两个展示台需要单独制作 于是杨哥找来了消防系统技术人员前来帮忙 经过了一天一夜的赶工 这辆有意义的消防安全宣传车终于完成了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改装前和改装后的效果 虽然都是消防车 但改装后的效果和用途却完全不同 一个是就此扶伤 一个则是防患于未然 当客户看到车的那一刻非常的满意 完全符合他的预期 更希望这辆消防车 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防护安全的必要性 能让小朋友从小就有防范的理念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一个消防宣传车照 比原本的消防车 哪个对社会更有帮助呢 请发表你的看法告诉我 感谢观看